谜团迭起,惊险连环,一场悬疑惊悚,超越想象的冒险之旅,就在蛇丛阁最新小说《密道追踪》。 大拿和二子走进了厨房之后,发现厨房里边干干净净,并没有发现他们想象中的情况。 大拿总算松了口气啊,如果那个肉汤真的是担心的那种东西做成的,那么这个厨房里一定会留下线索的。 现在的东升媳妇已经是半吃颠的状态了,她不可能做事情做得那么利索了。 两个人找了一圈,没有什么发现,大拿感到很奇怪,这种肉汤一定是特殊的食材做出来的,但是整个厨房除了瓜果,蔬菜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 粘板上干干干净净净净,被水清洗过,锅里的肉汤也一滴也没有剩,根本找不出蛛丝马迹来。 儿子见大拿插着腰,忍不住说,这回啊,你这个准警察也没脾气了,啥也没有? 不,不,一定是有什么被我们遗漏了,老话说,灯下黑,估计啊,这个线索就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达拿有了思路,从眼下着手,她的手指在近处的事物上一样一样地摸过去。 过了几分钟,她的手指传来了一种粘稠的感觉。 而这个时候,她的手正好摸在了一块方方正正的水豆腐上。 尽管这块水豆腐的外表看不出任何的古怪来,但是达拿觉得她有问题。 因为达拿接触过东升很多次,这种粘稠的感觉就是东升身上流水时候的那种感觉,这令达拿浑身都不自在。 就在大拿仔细地观察的时候,厨房的门隔着一声,打开了。 一个四肢着地爬行的小人影儿,从二次的脚边经过,几步就爬进了厨房的水缸里。 二次吓得双眼一翻,一口气差点上不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大拿呢? 她正把水豆腐抓在手里,被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手一松,水豆腐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那水豆腐在地上弹了两下,没有摔坏。 大拿忽然明白过来了,大跨步地朝水缸走过去,二次也紧跟着走过来,和大拿一起把头伸到了水缸的上面。 两个人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蹲在水缸里,手里捧着一团篮球大小的,肉乎乎的东西。 但是又不是篮球那样的圆形,跟一团脑浆一样的灰白色。 这小孩正在用嘴巴大口大口地嚼着这层东西。 陶贴之极。 二次的身体走得厉害,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小孩就是他的堂弟。 二次实在是忍不住了,顺手把堂弟手上的肉团给拍得下去。 他堂弟突然就急了,对着二次发起了怒,一张脸变得猙獰无比。 上唇从人中的地方裂开,上额的牙齿全部露了出来。 鲜红的牙龈看着很深人。 二次一松手,堂弟摔在了地上,四肢着地,跑了。 大拿和二次那儿见过这个情况啊,只好跟着他眠。 等眠到院子里的时候,两个人看见二次的堂弟,转到了角落的笼子里。 二次和大拿蹲在了笼子的边上,向里边张望。 可是笼子里边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到。 大拿这才发现,这个笼子不就是东生媳妇把四个得了软骨症的人跟赶鸡似的赶进去的那个笼子吗? 二次鼓起了勇气,把手伸进了笼子。 他摸索着,他抓到了一个胳膊,然后往外拉。 拉出来一看,却不是堂弟。 但是脸部和堂弟是一样的,嘴巴伤唇火开了,露得牙,似笑非笑。 这就是刚才坐在桌子边吃饭的其中的一个人。 二次吓得心虚了,不肯再动了。 大拿连忙把笼子里的人一个个都给掏出来了。 加上二次的堂弟,一共五个人。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伤唇都是祸盖的,鼻子还在快速地抽动着。 二次好奇地问大拿。 大拿,我怎么看他们,他们跟兔子一样了。 大拿差点没骂出了声音,却还用问问。 他们就是兔子的脸。 你赶紧地通知刘所长吧。 不是,哎呀。 是,好吧。 可是这个事情闹大了。 拼着刘所长骂,咱们也不能瞒着了。 好,我们马上给刘所长打电话。 两个人商量完了,就要掏手机的时候,突然,他们听到了身后有人在哭。 一回头,他们看到了东升的媳妇。 这个时候,她站在了后面。 东升的媳妇呆呆呆地站在他们的身后,也不知道站了多久了。 现在,就看着两个人呢,她在哭。 大拿和二子吓得连忙退了一步,脚踩在了脚下的软骨人身上,差点摔倒。 二子都下街巴了,不是,你,审儿啊! 你,你,你,你干啥呢,你啊? 东升媳妇哭着说, 可千万别去告诉警察呀 要告诉警察 你弟弟就回不来了 他肯定会被抓去做实验了 那 那哪说 那你也不能 也不能老这样啊 是不是 那这么多 这啥事 你叔说过 东生媳妇说 把这几天挨过去就好 好什么呀 叔都跟他们一样 钻地底下去了 儿子没留神 说漏嘴了 可是东生媳妇听了一点都不惊讶 他说 他们本来就喜欢待在下面吗 大拿指着东生媳妇 你早就知道东生叔不会去医院对不对 你根本就是知道他会跑 东生叔去厂里就是打探蓄水池 而不是去求救 而不是去求救对不对 东生媳妇被问得张口结舍 他说 我就是个女人 我只能听男人的 他要做什么 我能怎么样呢 大拿问 大拿问 东生是不是在汽水池里找到过什么东西 他说 他说要找一个人 东生媳妇也没了主意 他只有回答了 他说 有个人在厂子里面 他找到了 就能治好他和儿子 还有 也能治好这几个客人的病 病 你们得的什么病啊 就是吃了那个东西的病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蛇丛阁最新小说 密道追踪 东生媳妇接着说 当初他把那个玩意儿拿回来 我就说 这个东西不能吃 是太碎 吃了要出事 可是他不听我的呀 非要弄了吃 客人闻到了香味 也出高架要吃 结果你看 都成这样 大拿把东生媳妇的手抓起来了 你 你吃了没有 你吃了没有 我 我 我没吃啊 这是我用手碰到了肉团 粘到的呀 东生媳妇 一把把儿子抱起来 东生自己造灭就算了 还连累了这些吃饭的客人 打成了自己的儿子 他跑了 这可该怎么办 怎么办 大拿 大拿看见 东生媳妇 精神已经接近崩溃了 又 就 由着他不停的虚道 好缓解一下他的情绪 但是 从他的嘴里 已然大致的 勉强的 把事情弄明白了 原来 东生两口子开餐馆 生意还不错 刚好有一天餐馆停水 东生看着生意要黄 满院子里的客人都等不及了 他没有招了 就到蓄水池打水回来 这个事也还罢了 在第二天继续打水的时候 他看到水里漂着一团东西 于是 用水桶给捞起来 带回了餐馆 东生和媳妇 看着这团肉 研究了很久 也没研究个所以然 然后就放在了厨房里了 刚好生意忙 两口子在厨房 里里外外的忙活 也暂时顾不上那个东西了 这个餐馆 是东生两口子的夫妻店 没有请帮工 忙不过来了 儿子也挺机灵 帮你点小忙 就是给父母 传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东生忙着切菜 东生媳妇就炒菜 配合着来 结果东生切肉的时候 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 自己切的这个肉中间 有一部分不是猪肉 于是连忙看堆在岸板旁的生猪肉 结果就看到了那团从汽水池里弄过来的肉团夹在了生猪肉里面了 可是 可是刚才两口子明明把这个肉团放在了距离猪肉很远的地方啊 不知道这团东西是怎么混到了生猪肉里面去的呢 开始 东生以为是儿子拿过去的 就问儿子 可是儿子说 他根本就没有碰过那团东西 那边客人呢 有催菜催得急 东生媳妇已经把肉炒好了 客人建菜还没有端上来 就说 走了走了 东生急了 就把炒好的小炒肉给端过去了 然后和媳妇两个人在厨房里坠坠不安 结果呢 客人吃了之后拼命的说 哎呀 真好吃啊 嗯 味道香得很啊 两口子这才放下了心 但是也不敢继续切那团东西了 那团东西已经被切了一小瓣 做成小炒肉 给食客吃了 东生把那团东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水缸里 生怕这个东西又混到猪肉里面 两口子把水里捡来的肉当作猪肉给客人吃了 他们战战兢兢地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起来做生意之前 去看水缸里那团东西的时候 忽然发现那团肉东西 长回来了 本来切了一小瓣 体积变小了 可是夜的功夫 这个东西恢复了本来的大小 这下把东生两口子吓得够呛 连忙去镇上找了一个老人过来 老人一看立刻就转身 背着他不敢看水缸里的玩意儿 还不停地吐唾沫 东生看见老人 好像在遮掩什么 心里就更害怕了 老人就说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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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生啊 你倒霉了 东生差点没跪下来 老人接着说 你犯太岁了 你知道吗 这个是什么 是太岁 人就算是看见了 都会家破人亡的 是什么 东生颤颤巍巍巍地问 那 那要是 我把这个东西吃了 我会怎么样 你 你胆子可真不小啊 你敢吃这个太岁 我说 我说 走了 走了 老人说完 忙不得就走了 东生两口子给吓坏了 生意也不敢做了 这时 他们突然听到了 厨房里边有动静 两口子都不敢去看 磨蹭了很久 才走到了厨房 想看个究竟 他们发现 儿子 正在把太岁上的肉 一丝丝的给撕下来 放在嘴里吃 东生媳妇当时 两眼一黑 浑过去 东生把太岁 从儿子的手里边 躲过来 扔回了水缸 这边呢 东生媳妇也醒了 恳求东生 去找那个 东边造行的老人 要求他 给赶紧出个主意 东生呢 也只能这么做 就赶往老人的家里 可是 让东生 心惊胆战的是 当他走到老人家 附近的时候 看见老人的家里边 到处是人 屋外 也有围观的人 东生心里感到不妙 问了问情况 旁边的人就说 这个老人从外面回来 在家里坐不住 说是要出门溜达 家人就说 转转就回来 马上要吃饭了 结果老人刚一出门 就被一辆摩托车给撞倒了 当时就断了气了 东生听了 连老人的门都不干净了 立刻飞奔回家 东生媳妇听说 老人被车撞死了 想起了老人说过的话 他面如土色 身体像筛康样的发着头 东生明白 这回 真的是遇上大事了 然后就是那几个食客又回来了 炒着要吃东生家做的小炒肉 东生就给他们做了 可是食客说 东生做的菜 不是上次的那个味儿了 他们拼了命的逼着东生 要把真手艺拿出来 那几个食客 当时已经开始发病了 和东生的儿子一样 上吐下泄 他们也急了眼了 他们非得要吃东生上次做的菜 可是东生明白 他们觉得好吃 那是因为吃的是自己切得太碎上的肉 现在哪里还敢用太碎的肉做的菜 给他们吃呢 刚好 食客的身体也不舒服 就借机说 餐馆有问题 要告东生 除非东生能够做出上次的小炒肉 那么 我们就不再追究 两边就这么僵持着 突然食客好像闻到了什么香味 他们充进了厨房 东生夫妇 拦也拦不住 在厨房 在厨房里 东生看到 儿子正在拿着太碎在吃 小孩应该是够不到水缸的 很可能是太碎自己从水缸里爬出来 食客 食客从太碎上面闻到了味道 拼了命的也去抢着吃 但是吃到了一半 就都不吃了 好像心里明白 不能再吃一样 这之后食客就不走了 硬是赖在了餐馆 待了一夜 东生呢 也不敢强行赶他们走 把惊动了工商局和卫生部门 然后他们和食客一起 看着这个太碎 在一夜之间慢慢的生长着 又恢复到了原来的大小 食客看到这种情况 当然立即又撕了吃 然后再等了太碎自己生长 东生趁他们不在意 在晚上悄悄地把太碎揣在了怀里 打算把他送回叙水吃 到了天黑的时候 他回来了 对媳妇说 完了 完了 他也吃了太碎的肉了 在叙水时边 遇到一个长得跟兔子一样的人 把太碎捏在了手上 我是把太碎硬塞到他的嘴里 逼着他取的 现在 他要去场子找那个人 说不定 就能把这个事情 给解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色 来 订阅 转发 打赏色